图为25日参赛选手比赛现场, 两广网网组办法提供2018英菲尼迪斯巴达勇士赛, 这周末赛于8月25日和26日首度远向北京, 这是中国内地首场极其竞速赛,超级赛, 也受赛三个难度级别的赛事, 同时,斯巴达儿童赛也在同场地举行。 这一次巴达超级周末,吸引了近2万中外勇士参与, 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首次成员赛与儿童赛共同举办, 新增野兽赛与三人团队赛, 让这个周末赛事魅力骤证, 本战比赛有野兽赛及超级赛精英组, 共12位男女精英组前三诞生。 25日比赛中, 招家居和Quillette Walsett把活分别凭借2小时6分45秒和2小时17分40秒分, 或野兽赛精英组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 January Philip Dickman, 2点07分43秒, 和Jackie Walsett, 2点12分11秒, 或野兽赛精英组男子亚军和己军, 曾影2点43分39秒, 和Kimberly Awesome2点47分34秒, 分货野兽赛精英组女子亚军和己军, 突围25日参赛选手比赛现场, 两款网网主办方提供过去两年, 四八达勇士赛的中国参赛人群爆发性增长, 越来越多的勇士具备了挑战三色奖牌的实力。 本战赛事, 中国的勇士们首次获得了一战赛事及其三色奖牌的机会, 还将儿童赛也纳入着各超级周末同期举行, 本战比赛们获得竞速赛、超级赛, 也受赞与儿童赛在内的四种赛事级别, 既有面向4到14岁的儿童赛, 也有针对14到60岁的不同距离的成人赛, 还有首次亮相的三人团队赛, 值得一提的是, 比赛作为斯巴达勇士赛,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市井赛分战赛之一, 吸引了曾战胜过国外选手的中国黑马赵家聚, 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精英组冠军的 抢有力竞争选手Hunt夫妇, 即来自法国的Boisette夫妇, 本战野兽赛及超级赛男女精英组前五, 获得了部分的赛事奖金, 野兽赛男女精英组分别获得了25000, 1000,5000,5000,2500和1250元奖金奖励, 超级赛男女精英组分别获得15000,600,3000,1500和750元奖金奖励, 图位25日参赛选手比赛现场, 两款网网网主办方提供26日上午, 超级赛金一组将再次上演巅峰对决, 同日下午, 斯巴达三人团队赛也将迎来首场比赛, 并将决出代表中国赛与斯巴达勇士世界锦标赛的男女哥三支队伍, 2016年和2017年, 斯巴达勇士赛在中国分别举办了四场和九场比赛, 吸引了超6万人的参与, 2018年是斯巴达勇士赛进入中国的第三年, 今年, 斯巴达勇士赛已在深圳、上海、 北京举办了共五场比赛, 吸引了超过25000人的参与。 请不吝点赛,